大家最喜欢的皇后娘娘秦岚现身活动现场,一身仙气的全装,搭配丸子头,空气刘海,瞬间变身美美少女,将老妇的少女心都勾走了。 对于明星出席活动,是非常的考验颜值的,秦岚的路人图与精修图差别不是很大,真真的是大美女一枚。 而相反的,杨幂在国外的镜头下,当然与路人图也没有什么差别,一下子就现出了圆形。 秦岚vs杨幂,路人图与精修图差别很大,路人天然妹子一看便知,雪花新闻。 大家都知道,人们看到的它都是满脸的胶原蛋白,非常的美若天仙,但是在国外的镜头下一下子就大变样,变得来气横丘的。 并不是很好看,皮肤很差。 接下里就看看咱们的皇后娘娘与咱们的大秘密的精修图与路人图的差别。 要小心啊,绝对会令你大吃一惊。 秦岚vs杨幂,路人图与精修图差别很大,路人天然妹子一看便知,雪花新闻。 先说说秦岚,自从演习攻略火了之后,人们都被秦岚美丽的面容深深地吸引。 很多都感叹,秦岚几年都已经37岁了们看起来还是那样的年轻。 感觉就像是一个20多岁的人。 也有人说,秦岚只是在镜头上看着好看,在生活中也是显得老态的。 但是最近秦岚出席某活动,现场的时候,有不少人拍摄秦岚的照片。 秦岚vs杨幂,路人图与精修图差别很大,路人天然妹子一看便知,雪花新闻。 但是拍出来一看,秦岚真的是好漂亮,皮肤很好,水嫩有光泽,白白的显得非常的年轻。 尤其这一次穿的衣服还是一身白色的裙子,梳着丸子头流着空气刘海有一种少女般的气息。 而杨幂呢,前一段时间出席时装周,在国外的镜头下,真的是让人大吃一惊,原来杨幂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美丽。 虽然五官看起来还不错。 秦岚vs杨幂,路人图与精修图差别很大,路人天然妹子一看便知,雪花新闻。 秦岚vs杨幂,路人图与精修图差别很大,路人天然妹子一看便知,雪花新闻。 但是皮肤并不是很好。 在镜头下看着她的皮肤有一种暗黄色,显得有些松弛,再加上眼角的皱纹也出卖了她的年龄。 看来并不是大家看到的就是最美的,杨幂的底子不错,真应该好好的保养一下,学习一下秦岚,相信也会是一个大美女。 就算是离开了镜头依旧是非常的好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